你知道说在刘明传 他在制台的时候 就曾经有一个完整的建岗的计划 但是因为他提早离职了 所以后来变成是日本人开始来做建岗 那我其实相信我们全台湾的 两千三百万人的父亲母亲 祖辈再往上做 大概没有一个人不是从高雄港 或者是基隆港上岸的 那尤其是基隆港在很长的时间里头 它的重要性完全的超过高雄港 那我们今天我请同仁 就是在非常短时间里头 大家昨天做出来的资料 你看看 就在这一个碗头 大家看到第一页是日桥的遣返 上面有一张照片 是1945年的历史 第二页你会看到 还是1945年 国军台湾 刚刚在路上 我说说桑平在 你是不是在西二上岸的 我们的林宏寨教授 马上说他不是在西二 他是在西八 因为军港 就是说国军的船 军人是从哪里上岸 民众从哪里上岸 这都是有历史脉络的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页 是我自己的文字 就是七十军底牌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的时代的景象 然后你看到第四页 1947年 二十一师 他是从基隆上岸 然后你会看到第五页 我们准备的国宝 是故宫 是让把我们台湾 放到整个的国际的地图上去 有光被看到了 国宝是从基隆上岸的 你会看到第六页 1954年 一万四千个反共议事 是哪里上岸的 基隆上岸的 你会看到第七页 1955年 大臣撤退的时候 从哪里上岸 那个金刚计划 军舰带着大臣的 包括在哪里上岸的 都是基隆 我都带来了 而 对 那大臣岛 所以这些几乎是 我们就不要去谈 说是太平仑 以及太平仑所代表的 大的非计划 所以基隆港这个地方 它应该说是我们的 几百年来的祖辈 一辈一辈一辈上岸的地方 就是基隆港 那然后基隆港也是 就是等于是我们渡海星团的起点 那再加上我们当时很多的父辈 他是被送到南洋去从林里头去打仗 然后死在南洋的 他从高雄港出去 从基隆港出去 所以基隆港 它是一个 它不但是我们的来源 我们所有的祖辈 每个人都从这里上岸 而后有了我们 那在中间 也是在基隆港 我们很多人目睹着自己最亲爱的人离开 然后永远见不着了 我们也是在基隆港 去等候 然后幸运的人 等到了你亲爱的人回来 你从心见到他 也是在基隆港 它是整体台湾人的悲欢离合 生死别离 以及最幸福的重逢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全台湾 你要选一个 高雄港也在内 你要选一个点是 积蓄着所有的台湾人 一代又一代的人的 心醉深处的眼泪的话 请你选一个地方 是在哪里 我会说是基隆港 谢谢大家